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希望释放众生欢喜时 此的意愿也油然而生 这股想要去爱的渴望 侵入了我们的受想形式 在身口意中流露出来 自此以后 心色不想应行法 即使既不属于心理 也不属于身体的世间有为法 都会与词相应 也因此可以被称为词 因为词是其根源 这些形色不相应行法 在如今充盈着词的意志指挥下 决定我们未来的行为 意志是驱动我们 一言一行的能量 悲喜舍的运身也是如此 正念是让我们 地观色受想形式的能量 进而看清楚真正的需要 不置沉默于苦海中 最终 我们的心念意志将充盈着爱 由那刻起 我们的行动也都会流露出爱 修行的目的 不只是要在心中燃起四无量心 也要在言行中 把四无量心带到世界 亲近道论的作者 佛音论师告诉我们说 当禅观开始结果时 我们将会在身上看到 我们将会在身上看到 磁心的讯息 1.睡得更放松 2.不受梦骚扰 3.醒的时候感到更轻松 4.不疑不欲 5.被周遭的人物保护着 在增之补经中 佛陀提到修行词观的 十一种好处 佛陀在讲经说法时 会同时讲修行词观的好处 以及不修的坏处 目的是为了要鼓励人们修行 1.修行者好眠 2.醒来时感到心静光明舒坦 3.不受梦骚扰 4.广受喜爱 与众人相处时轻松自在 其他人尤其孩童 特别喜欢与之亲近 亲爱非人类众生 欲如鸟鱼像松鼠 5.可见或不可见的生命 都喜欢与之亲近 6.受诸神护佑 7.不受火毒刀剑伤害 更不需特别防范 8.很容易就可达到禅观境界 9.容貌光明清静 10.过世时心轻念名 11.往生犯天继续修行 因为在此已有修行 似无量心地生起了 9.佛陀在如是语境中说 若是把在世间所做的善行 集合在一起 其功德也还不如修行词观 设禅修中心 造佛像中 或做社会服务 其功德都不及修行词观的 十六分之一 即天上繁星之光 人不如月光的皎洁 同样的 修行词观 会比所有善行 结合在一起 还有益 佛陀说 就算僧侣只修行 一坛指时间的词观 就不枉出家了 他不会在指缠上失败 他将能实现老师的叫法 供养他的食物 不会被浪费掉 没有什么善行 是比日日修行词观 来得大的 以下的词观 引致清静道论 一 愿我的身心和谐 快乐 轻松 二 愿他的身心和谐 快乐 轻松 三 愿他们的身心和谐 快乐 轻松 四 愿我安全 不受伤害 五 愿他安全 不受伤害 六 愿他们安全 不受伤害 七 愿我了脱愤怒 痛苦 恐惧 焦躁 八 愿他了脱愤怒 痛苦 恐惧 焦躁 九 九 愿他们了脱 愿他们了脱 愤怒 痛苦 恐惧 焦躁 修行 修行词官 从自己开始 在能够爱自己 照顾自己之前 我们对别人帮助不大 然后 才在别人身上修行 先从我们喜欢的人开始 之后事无利害关系 再来是我们爱的人 最后是那些一想起来就使我们痛苦的人 佛陀观察到 世界上苦难最多的人 是那些有许多错误 享运的人 而我们大部分的享运都不正确 佛教说 世运恍若有着千万般种子的田野 有慈悲 有慈悲 喜舍的种子 有愤怒 恐惧 不安的种子 也有 正念的种子 想要生活在和谐中 就要知觉我们的倾向 这样 这样 我们才有办法做到自我控制 应用清静道论来修行此观 首先要平衡地坐着 让肉体和呼吸都平静下来 然后念叨 愿我的身心和谐 快乐 轻松 愿我安详 不受伤害 愿我了脱愤怒 痛苦 恐惧 焦躁 坐姿 是修行此观的美妙姿势 平平稳稳地坐着 不被其他杂事扰乱 让我们可以好好地听真正的自己 耕耘对自己的爱 决定怎么对世界表达 这份爱的最好办法 修行起 愿我的渴望 然后超越这丝渴望 地观禅修对象的所有好坏 在这里 这地观的对象 就是我们自己 想要去爱的意愿 这还不是爱 修行此观 不是自言自语 不是只在那边念着 我爱我自己 我爱所有的众生 我们地观自己的色 受 不出几个礼拜 爱的渴望 就会变成一股 深厚意愿 爱会渗入我们的思想 语言 行为 我们的身心 都变得和谐 快乐 会安全度过一切伤害 聊多愤怒 烦恼 烦恼 恐惧 焦躁 爱就是要接受真正的自己 认识自己 是修行爱的第一步骤 是修行爱的第一步骤 修行时 要观察在心中 已有多少和谐 快乐 轻松 要注意 你是不是 在为意外 或不幸 感到焦躁 以及 有多少愤怒 不安 恐惧 焦躁 烦恼 在你心中 排会不去 觉知到 心中 这些感觉 自我理解 便会加深 你的恐惧 与不和谐 如何使你不快乐 你也会明白到 爱自己 和耕耘慈悲心的价值 不要再活在害怕 意外的恐惧中 而要观察 你是怎样 无时无刻地 伤害自己 并且采取适当行动 把灾害 减少到最低点 佛陀说过 一旦明白 在这世界上 与我们最亲近 最珍惜 我们的人 就是自己时 我们 就不会再以 对待仇家的方式 来对待自己了 活在这年中 是防止意外 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 此心的修行 会化解任何 想要伤害自己 或他人的意愿 愤怒会伤害所有的人 连自己 也不能幸免 若是愤怒满怀 和谐与快乐 便会如黄鹤 不见踪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持正好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地人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拜八观摘戒 互生祭礼拜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放义规定 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殊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千亿照备 法华功德妙难思 十方诸佛所称在 若读若诵若解说 能入涅槃解脱道 慈悲至夜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恭送妙法莲华经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慕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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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觉醒的心 在三世之中本来不变 因此一切有情众生都是觉醒的佛 而由于此佛如来藏 乃片存于每一位有情众生之中 了悟这觉醒状态便是极其重要的 了悟它即称作总设一切有情众生 与单一的制药关键 总设一切新的状态 是制药关键 是离于迷惑的平等性 因为其他的心的状态都会变异且不持久 诸佛的心是无迷惘且无作义的 是没有束缚的平等性 以净除一切迷惑的过患 并以开展了知的觉醒 有情众生的心未能自我了悟 而共产所涉及的表面 幻化现象 则都是迷惘 觉醒的心是无谬误且无作义的 它离于勤奋及努力的束缚 总含了诸佛心意的一切状态 总设一切善德的制药关键 是全然等持的状态 因为其他的各种善德都会变异 且不持久 说到觉醒新的善德 一切修行的善德都是重新萌生 若你的心是柔软的 你便能主宰你所愿求的一切 就像是满足一切需求和想望之源的满愿宝 相对的 扭曲错乱的学习所产生的微小善德 就不像是全然等持 且不会达到圆满 柔软心的获正与稳 能赴予你圆满证物功德的全然等持 了解并误得这个本性 即称作总设一切善德与单一的制药关键 总设一切祈愿的制药关键 是无有希望 且无有恐惧 因为所有其他的祈愿 都会变异 换言之 遵循且修持 共同见解之称 即是持有希望与恐惧的 二元见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